有不少人说大品牌的生意一定好 因为有资本就一定有生意 这个说法呢在十多二十年前 可能是真的 但是现在呢是电商盛行的年代 趋势潮流呢变化得非常快 只要品牌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会关门大吉了 在今年六月中大品牌Revlon破产了 但是呢同样是美妆大牌的Shishado 在去年的财报却录得增长 尤其是电商的增长 相比起其他同业 更加是相当惊人 为什么Shishado这个品牌的美妆产品 可以拼得过其他同样是大品牌的美妆产品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Shishado 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品牌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 在2018年他率先推出Optune服务 运用手机app云端资料等等的科技 根据用户自拍的照片 分析皮肤的状态 再加上天气湿度等等的条件 为他们的客户 设置化最适合的保养品组合 所有的策略都比他们的同行走得更前 那么他们怎么可能会输给其他同行